作为世界上最著名的石山国度,意大利预约了许多长达百年历史的世界一线品牌,今天,小新搜罗了一些意大利的经典品牌,带大家领阅意大利潮流。 是欧洲甚至全球最顶尖的男装品牌之一,除经营服装外,还设计领带,眼镜,丝巾,皮革用品,香水乃至家具用品等,产品相往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是美国销量最大的欧洲时装品牌。 1974年,Giorgio Armani与朋友Sergio Biliate合资,成立以Giorgio Armani为名字的男装品牌。 1975年,增设女装线,值得一提,请问Losani Armani是意大利名模,它运用自己的影响力,令Giorgio Armani被受瞩目。 Gucci 1921年,Gucci oh Gucci,在佛罗伦大创立Gucci品牌,一直以来,Gucci是融合时尚潮流与意大利创作的完美代名词。 Gucci创作的精品系列,涵盖女士,男士唇衣,手袋,小皮件,旅行配饰,鞋旅,珠宝,实际,眼镜,香水彩妆,童装,以及更多代表经典生活风格等作品。 Gucci,作为全球顶级精品品牌之一,以及敏锐的时尚处决,以及无可比拟,的意大利手工艺而闻名全球。 Fendi Fendi于1925年由Edwardo,Fendi Hadacasa Grande夫妇在罗马创立,而在佛罗伦大学霍利皮革制作的工艺,凭诸优质产品及精湛工艺,受到当时罗马名门贵族及社会新贵的推崇可喜爱。 Fendi品牌也曾因设计中多使用皮草而深受争议,不过近年来的设计风格变得更加活泼多彩,一改皮草等于用荣归附的刻板印象,打开了年轻人的市场。 Fendi Fendi创立于1978年,品牌标志是神话中的学谣Medusa代表着致命的吸引力。 创始人Johnny Fendi于1997年7月15日在美国卖阿尼次展前,遭拜图枪杀身亡。 范思哲的设计风格非常鲜明,独特的先锋艺术表彰让他锋敏全球。 他强调快乐与性感,零口肠开到腰部以下,截取了古典贵族风格的豪华、奢利,又能充分考虑穿着舒适及恰当的显示体型。 在考虑不同的人的所需的同时,更是一直坚持自己的风格。 Prodot Product成立于1913年,现任主席为Nutra Product,是品牌创始人的孙女,小明Mayu Mayu。 这大概就是为什么他将注意力,大部分投放,在发展,二线品牌的原因,的独特天赋,在于对新创意的不懈追求,融合了对知识的好奇心和文化兴趣。 从而开辟了闲区之路,他不仅能够预测时尚趋势,更能够引领时尚潮流。 Protect of Anitra,Protect of Innetra,这个有意大利爱马仕之称的品牌,一直坚守着带着嘴翼的精致和校园派低调的奢华。 自1966年时,汇集意大利出色传统匹格工匠,以上等的材质,卓越的手工艺,现代的功能,以及创新的设计为宗旨,并成瑰丽细致,注重美肝和饼具个人风格的一贯特质。 Valentina Valentino 创立于1960年,说起它,人们自然会感受到这个名字,所具有的罗马贵族气息,它代表的是一种宫廷式的奢华,高调之中却已藏身碎的冷静。 从60年代以来,一直都去意大利的国宝级品牌,标准色华伦天罗红,Valentino Red的菜用,以浓郁而华贵的霸气震慑人心。 那极致,优雅微型剪裁的婉装,更是让人蛰伏在这种纯粹和完美的创业之中。 Dolce Amp,Tabana公司创立于1985年,总部位于意大利米兰,两位电机人Domenico Dolce和Stefano Gabbana,一直以来都是公司的两个品牌。 Dolce Amp,Tabana和D Amp,J Dolce Amp,Tabana的创造和设计的源泉,也是以平衡发展,和致力于核心业务为特征,的成长策略的最初倡导人。 Roberto Canvelli,说到Roberto Canvelli,不得不说其外祖父,在著名影像派画家Dissabia Rossi,外祖父的影响下,Roberto Canvelli的服装与艺术,总是有着源源关系。 1972年,Roberto Canvelli首创立个人时装系列,自创立公司以来,几狂以性感的风格成为时尚潮流的先锋,成为米兰时尚圈最业的品牌。 可柔可刚,可泪脸可奔放的双重特性,俨然成为新生代的审美取向。 Roberto Canvelli,是世界文明的意大利男装品牌,最著名的是剪裁一流的西装,一装一鞋的风格,令许多成功男士对Zegna十分青睐。 Zegna的标志,简洁的Roberto Canvelli,显得非常有度侍卫。 杰尼亚是男装中的极品之一,是个性与艺术性完美组合的作品。 它将传统工艺和现代智慧有机的结合,使杰尼亚特有的梦幻般的面料把男装艺术,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 Zegna的Fair,一件鞋涉十分突出的线条感来架构服装,表现在人体上,今年累月的严格训练,是Fair对于设计与服装架构的线条与比例相当敏感。 它巧妙融合了剪裁与颜色两者的契合,使穿着能展现更加的身形轮廓。 它的服装包含修嫌系列制高极定制服,练习记忆精湛的套装,脸身衣,晚宴服,上班服装,真之衣,泳装系列与外出修嫌系列,Fragono Ferragano意大利的女鞋王国。 创造力,激情和任性是Fragono家族很久不变的价值观,并败贷相传。 Salvatore Ferragano因一层关注质量和细节,它赢得了明星日用皮鞋酱的称号,而今,Salvatore Ferragano是皮鞋,皮革制品,配件,服装和香酸的世界顶级的设计者之一,风格华贵别亚,实用性和款式并重,以传统手工设计和款式新颖预满全球。 Tresday 1911年,Tresday品牌创始人Antetro Sade先生,于意大利贝加木首的阿尔门市,开始经营自己的手套工厂,由此成为品牌的开端,历经百年的成长。 Tresday从拥有高水平工艺的手套工厂发展,为涵盖生活方方面面的设计品质世家,作为杰出品质和优雅摩登的代名词。 Tresday不仅代表了一段家族企业的传继经历,亦是一个融会创意的典范,全方而传递亦是生活方式。 意大利的要颜色彩华丽的意大利珠宝商, Bugari于1884年在意大利建立的高级珠宝品牌Bugari宝格力,源自古希,那罗马文化精髓,尊贵古典的Bugari高级珠宝,万表,配饰,香水和酒店系列。 珠宝善用彩色宝石,多采用流畅圆润的线条。 宝曼兰朵改变了高级珠宝,只使用昂贵材质的旧传统, 让华丽的珠宝拥有更多与修衔装或正装搭配的可能, 让更多人享受出自名价的金工珠宝。 Po Malotto这个名字来源于一有版点毛皮,已经值几多年的名贵朗珠宝, 它象征着简洁,高贵。 Max Mary意大利品牌Max Mary诞生始于1951年, 1951年,Achili Maramoti在家乡小镇开设第一间Max Mary推出第一个时装系列, 一件骆驼色大衣,一套粉红色套装,现在Max Mary集团共有23个品牌系列。 1983年,Max Mary开始推行测试经营店, 集团销售网几乎也涵盖整个意大利市场, Albert Folletti创建于1974年的意大利米兰, 有着40多年的服装与香水品牌律史。 Albert Folletti服装系列和协与统一, 是此品牌给人的最初印象, 其风格鲜明,设计上充满浪漫气息。 Missone在意大利众多时装品牌中, Missone被公认为珍质品的典范, 极富艺术感染力的色彩, 良好的珍质工艺,流动效果, 的乔纹组成了Missone经典的风格, 不同的组合和搭配创造出Missone的缤纷世界, 每个角度,每个瞬间永不雷同, 充满惊喜, 实际风格高贵迷人, 时尚幽默,俏皮味主线, 主要产品有高级成衣, 牛仔装, 腕艳装及服装配饰。 Flori法拉利是世界最知名的赛车 和运动跑车生产厂家, 创立于1929年, 其创始人是世界赛车冠军, 汽车设计大型座法拉利, 人们对于法拉利的尊崇, 大多都源于对他速度, 贵族,时尚的热爱, 他被称为红墨, Lamborghini 兰伯基尼是全球顶级跑车制造商, 及欧洲奢侈品标志之一。 由贝鲁及兰伯基尼, 在1963年创立, 公司位于意大利盛亚加塔波隆尼, Sancho About Abroad Navy, 现为大众集团旗下品牌。